快到臉部旺 各位親愛的聽眾朋友打慢台好 歡迎收聽 今天快樂聊十四這把時間 我是朱祺琳張小柏 好 這個喉嚨的聲音終於 稍微恢復了 還沒有到選舉前一個月就先把喉嚨弄壞 終於最近 稍微休養了一下 因為中秋節三天 連續 不知道我們聽眾朋友你們中秋節都怎麼過 我這中秋節三天實在是過得非常的充實 今天因為中秋節就是人坐 大家都回來 所以就 當然就有很多 晚上就是烤肉 白天就是菜市場 傍晚就是黃昏市場 然後不然就是家樂福全聯保養 寶雅沒有家樂福全聯 就是 然後晚上 因為 因為今年其實很多的地方都沒有辦烤肉活動 所以 晚上就是 就是跟我的助理 就是分幾個祖 然後就騎乎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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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這個口罩 然後就上衛生乎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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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乎 然後結束行程 昨天比較早結束 然後我就自己一個人默默的跑到那個 富民路 南哲雅富民路 有一個很好吃的燒烤店 叫做東京再生酒廠 當然它叫再生酒廠 但它其實也有酒 但是呢 因為我不太會喝 所以我就喝果汁而已 但是呢我就去吃這個串燒 真的是一棒 真的是心情覺得愉悅 度過了一個人的中秋節 好啦也沒有一個人 只是覺得好像 好像很難得有機會 可以坐下來好好的吃東西 因為 中秋節三天 也沒有時間回屏東 結果今天啊 今天我們家就出事了 我們屏東老家就出事 出一個很大的事 什麼事呢 這個事就是 今天早上 今天會知道我們爸 我們爸在我們家的群組裡面 有傳一張相片 我去看 哎唷 這是我們家的沙發呢 這個背景是我們家的沙發 然後我就想說 怎麼會是我們家的沙發 然後呢 然後就怎麼樣呢 各位 我們家裡面抓到一隻眼鏡蛇啊 在我們屏東的老家 那當然 雖然啊 雖然說是老家 但我們家也沒有很老 我們家就是那個 一整排的那種平房 一整排一整排 用套梯 一人一間 一戶一 一個一棟一戶這樣子 套梯啊 我們家是套梯三層樓 就很 當然很舊了 那幾十年應該 十三 哎 四十 四十幾年有了 因為有時候下雨天 颱風天還會漏水 因為頂樓的時候會積水 我要上去掃水 然後 就家裡抓到眼鏡蛇 就很扯 他說到底 到底為什麼我們家會 因為你如果說屏東老家 因為大家聽到屏東老家這幾個字 可能想說可能是比較 很鄉下 然後可能就是 以前那種阿公阿嬤家的房子 就是有點鐵皮搭建還怎麼樣 我們家不是 我們家是幾百套梯 然後中間一棟 前後 前面是馬路 後面是田 但是 但是我們家後院 是用水泥牆堆起來的 那個高度大概就一般 成年男性的這個腰部這麼高 所以也不算矮 也不算矮 我們家後面沒有排水孔 因為就是 淹水就是從地下 就是下水道出去 所以 不管怎麼樣 我都無法聯想 我們家裡面會有眼鏡蛇跑進來 而且這已經不是第一次 是第二次 但是第一次是在後院 後院沒有辦法 後院後面是田 所以一定有蛇 可是跑到家裡面 還躲到櫃子後面 那個時候真的有點扯 這個話你記得事情 大功成什麼人 就是 就是我們家的狗 和我們家的木木 呵呵呵 所以我們家狗狗已經是 我們家狗狗來我們家十一年 十二年了齁 那 他已經是第三次抓到蛇 第三次抓到蛇 他被他發現是蛇 他直接說這一次在家裡 這真的是 這真的是 真的是太酷了啦 我就看一下我爸的訊息 他就說 欸 他就說什麼呢 十點多 我們家的狗狗就躲 就是 就是坐在那個 櫃子跟牆壁的縫隙那邊 然後就一直都不走 然後就看著裡面 然後就在那邊 這樣子 那因為 你知道我們家的狗狗是小狗狗 你知道越小隻的狗狗 其實很容易就是會神經質 所以我們一開始也 爸爸我們一開始 他一開始 他也不以為意 他也不以為意 他也不以為意就對了 那 後來呢 這個 這個 怎麼講 就 我們爸去吃 中島等 吃完之後回到客廳 結果那隻蛇就 自己跑出來了 跑出來 當然嚇到 趕快打消防隊 那 但是呢 現在 今天才知道這件事情 就是消防人員現在已經不抓蛇 他 現在的抓蛇的模式是通知農委會 請農委會派人從林邊來抓 那 他們只負責抓蛇 但是呢 這個櫃子 我們要自己去搬 所以我爸在抱怨說櫃子很重 在那邊搬櫃子搬了很久 然後呢 終於 逮到了這條 有夠大隻的眼鏡蛇 那這個很奇怪就是 這個 我們家為了防淹水 所以 所有的出入口 都把那個實力控都把他 都控得很好 所以理論上是沒有 沒有那種磅 可以把蛇 這樣扔進來 古早人看到黑的叫黑蛇 看到白的叫白蛇 這個 所以就很 很有趣啊 到底怎麼 怎麼 怎麼跑進來的 沒有人知道 所以就 總之呢 今天只有確定一件事 因為不知道蛇從哪裡來的 也不知道蛇被抓走之後 會被煮來吃還是怎麼樣 眼鏡蛇 但是我們只能確定一件事 就是 這個 我們家 那家約客廈 母母 今天晚上應該有一頓大餐好吃 因為我們把 抓蛇 他的孫子 抓到蛇大公一件 所以 今天晚上要幫他吃菜 好啦 這個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個 我們家今天發生一件很精彩的事情 欸 鄉下有蛇 真的是 很常見的事 只是說以前都戶外 因為 因為我以前在那個 歌手 我在屏東的歌手 做替代義 那麼 我做替代義的那個學校 其實 四種都是殘 那間學校叫田子國小 田子 就是 顧名思義 就真的周邊都是田 那 我在那邊大概八九個月的時間 總共抓到了八條蛇 不是每條都我抓 但是我總會遇到了八隻 有時候是主任抓 有時候是我幫忙抓 反正 反正就是 就是跟蛇很有緣 然後我今天就在想說 我今天在想說 這個是不是應該要去問一些什麼 民俗大師 家裡抓到 這個 前屬 這個是有財運 家裡抓到蛇 家裡抓到蛇 是會選上議員嗎 這個有沒有在 在民俗大師的這個 這個 這個民俗學有沒有 有沒有這種說法 譬如說 家裡有抓到蛇 啊 究竟是毒蛇 這是 到底是 會 會出恩 或是說 我們要這個 可能要過過爐啊 還是要這個 消個厄運之類的 不知道 這個 很有趣啦 好 來齁 我們接下來要說 我們今天的新聞齁 剛才都在卡浩蘭齁 來來來 今天要說的幾項事情齁 這個 梅花颱風 哈 梅花颱風 目前在台北的東北東方海面 哈 那 向北北西移動啦 目前 呃 看起來是 這個是往哪裡啊 往這個上海的方向 哈 那 已經解除這個 海上警報 哈 但是呢 哈 但是各位聽眾朋友 氣象局齁 還是針對北部的一些縣市齁 發佈這個大雨特報 要特別小心 齁 因為這個颱風外圍環流 齁 所以尤其是以下 齁 以下的這些縣市 包括台北西 新八市 紅的湯市 還有新地關 齁 這個 伊蘭關 齁 都必須要防範大雨啊 所以請剛剛以上 北部縣市的聽眾朋友 齁 這個 最近出門齁 天氣比較不穩定 走 而且還是要記得系帶os 一點 那像我們南部這邊的聽眾朋友 中南部這邊的聽眾朋友 第西半部 還有這個台東 這邊齁 stubborn 其實就比較比較好 齁 這幾天在高雄的天氣39 真的是非常的舒服 我今天早上 跟這個我們山明區本河里的 陳文綺里長 因為文綺里長他的名字很同院 路面有一樣 都叫我文綺 所以稍微害羞 今天早上跟著陳文綺里長 一起到這個本河里裡面 就是說這個徒步拜票 因為本河里有 真的是非常大面積的綠地 好幾個公園 那我們就 閉路這樣掃街拜票 那通常這種徒步走路的拜票 一定會 全身呼籠寒 因為滿頭大汗 天氣熱 結果今天早上走了一圈 欸 舒服 是稍微有點熱 但是是舒適的 因為今天高雄風真的很大 然後是那種 不是那種熱風 是那種很舒適的那種 那剛剛晚上騎車的時候 還是 天氣還是有點稍微微涼 所以 呃 這個 有一種 有一種怎麼講 近到秋天的感覺 有一種稍微入秋的感覺 那 我就想到一件很悲傷的事情 就是 因為中秋節嘛 中秋節政治人物都要發扇子 那我就訂了兩萬隻喔 兩萬隻喔 兩萬隻扇子喔 結果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兩萬隻扇子 想一想跟我說 全台灣大缺貨啦 官邸給我寫說八月十九盒啦 近幾盒 近九月十三盒 過一、二、二月了 我會貨身到現在 他這部分出貨 說給我中秋節印紙 給我兩千支啦 啊 只要一萬八千紀錄 他們說是 九盒貨貨啦 呵呵呵 我就覺得 我就覺得說 啊不就好家在高雄的天氣 就熱到年底也是可以分貨市 啊不然 你百部到十月分 什麼人要貨貨市啊 呵呵呵 誰十月份在北部想要拿扇子 還好我選高雄 所以齁這真的是 有時候齁 這個菜鳥就是這樣 你第一次參選齁 很多事情不會知道齁 那選舉有時候很多的訣竅 很多的秘密齁齁 很多的秘辛 祕密齁齁 都真的是選舉的人齁 啊真的有在長久參與運動的人 他們這麼清楚說會發生什麼事 啊想我們這種菜鳥啊就是 呵呵 就是真的是 就是怎麼走怎麼看齁 你也不知道要怎麼辦齁 好 好那第二個部分齁 也是要提醒我們聽眾朋友齁 就是高雄的這個燈格熱 喔 燈格熱的疫情又擴大了齁 今天 呃六過已經十個人 有燈格樂確診齁 否 那 呃當然衛生局非常的積極齁齁齁 inh喔 他都在旁邊的利窟 來進行三合一的防治工作 那還是要提醒大家 尤其北部的朋友 因為天氣不穩定 容易飄雨下雨 所以一定會有一些積水容器 都要記得來做處理 像我房間 因為我房間是 我房間是租的 今天你們怎麼都在打好人 不管了 我的房間是租的 一個月五千五 這是我們的聽眾朋友 一個莊大哥很熱心 租給我 他們家的房子 因為那時候 我記得那時候 去年了 我在電台就在說 因為我之前的房間 要讓房東去給檢基 要拆掉 所以我就趕緊要找房子 所以就有聽眾朋友 打電話來 因為我的房間有一個陽台 那那個陽台 他那個什麼 排水口 因為你在陽台的排水口 早年都做得比較小 那因為我陽台有放一台洗衣機 那洗衣機它排水 可是那個水有時候排不下去的時候 因為那個排水口很小 有時候會塞住 那陽台就會積水 所以大概等個十分鐘 它就會慢慢自己退 可是因為造成陽台積水 就會稍微有一些蚊蟲 所以我就最近就發現 欸我的陽台 雖然說水每天都會排掉 但是呢因為 因為有時候 積水比較高的時候 欸還是有蚊子喔 還是有蚊子 所以我就很緊張 我就趕緊去拿那個 去買那個什麼 那個沙蟲劑 就趕快來做這個 居家環境的消毒 然後也趕快拿那個 壞掉的掃把 把那個積水掃一掃 讓它趕快乾掉這樣子 所以提醒我們的聽眾朋友 這個防疫很重要 因為我們真的是我覺得 我們台灣人真的很辛苦欸 很多的考驗 齁 兩名COVID-19 齁 武漢肺炎 齁 現在都沒有人說武漢肺炎 大家都不記得 兩名武漢肺炎 齁 啊兩名又 等格勒又來 齁 啊美國什麼 欸火手啊 對 救我啊它的火腹 齁 所以 真的齁 那些人類齁要生存真的非常的不容易 齁齁 真的 好 來啦 要來講啊 齁 這個嚴肅的 嚴肅的話題啊 齁 大家知道那個嗎 齁 最近齁 在吵一件事情 雖然九二共識這種題目齁齁 真的是已經萬年爛題了 講到爛了齁 齁 就全世界都知道沒共識 齁 啊就只有國民黨很開心的 跟你說啊有啦有啦有共識 齁一直講一直講 齁 齁 但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什麼 最近呢齁 齁 中國的官媒人民政協報 齁 又PO文了齁 齁 發文 在他們的網站上 呃 刊登文章啦齁 齁 那他就說呢 九二共識齁 齁 只有一中沒有個表 齁 齁 那結果呢 這個就完全就打臉國民黨嘛 因為國民黨都跟你說啊一中個表啦齁 齁 他們說他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啊我們說我們是中華民國 這就叫一中個表 大家相安無事齁 齁 齁 結果呢 中國的官方媒體就跟你說沒有啦 九二共識只有一中沒有個表啦 那結果我發現什麼事情你知道嗎 朱立倫齁 齁 今天受訪的時候就在那裡說了 他說齁 九二共識 在國民黨的黨章 黨綱 齁 講得非常清楚 就是一中個表齁 齁 不能改變 那他們講他們的 我們講我們的 這樣就是個表啊 齁 你知道每次朱立倫講完這句齁齁 我都很想要在後面接一句 那請問 他們講他們的 啊你們講你們的 啊有共識嗎 齁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謂的共識是什麼 我們兩個人相約去吃飯啦 你說要吃麥當勞 我說要吃肯德西 不然啊 我們兩個說好啦 不然這樣我們做回來去吃小騎士啦 齁 這就叫共識嘛 這就是我們兩個人一開始不一樣 但不然要找到一個 我們都玩意東意 齁 齁 要吃的餐廳叫小騎士 齁 你要有一樣的想法才叫共識嘛 對不對 那朱立倫現在意思是說 齁 他們講他們的 我們講我們的 啊我們有共識 啊共識到底在哪裡 我真的也想不 齁 齁 齁 啊不然我只想到這 我覺得我真的有夠厲害 我只想到這 我說齁 九二共識啦齁 朱立倫說 各講各話 就是有共識啦 齁 齁 啊請問共識在哪裡 有共識嗎 張善政也要選啊 羅智強也要選啊 啊兩個各講各的 啊 羅智強講他的 你黨中央提名張善政 欸有共識喔齁 按照朱立倫的標準 這個是有共識 齁 齁 所以羅智強不要再 不要再哭了啦 齁有共識齁 齁 啊這最近 我們前進小工的另外一個爭議 齁 前進小工哭國民黨嘛 有一個年輕人叫陳世民 那個我也知道啊 以前算三民哭的啊 齁 陳世民 叫了他們的保證經 後來參加國民黨的抽選 好不容易抽選通過 可以代表國民黨 在前進小工高雄家 選舉 結果呢 另外一邊 叫他的作例參加抽選 但他作例選輸 沒過之後 他自己刷掉下來選 那人叫陳麗娜 齁 齁 陳世民選你的嘛 反正陳麗娜後來 當中央競爭啊 這也叫做 按照朱立民的標準 這也叫做有共識 反正你選你的 我當拿名我的 反正我插招你 你有參加 你抽選有贏不贏 反正我拿名我的 反正我拿名我的 因為只要陳麗娜下來選齁 陳世民這個新人就拜拜了啦 陳麗娜是五連霸元老 陳世民就是在前鎮小港區一個菜鳥 這個就不用玩了 這個完全就不用玩了 所以為什麼陳世民很生氣 還聽說今天晚上還明天要去國民黨黨部陳情 因為很簡單嘛 他整個籌算開到200萬 何不容易貴籌算 結果黨中央馬上徵召一個五朝元老下來 搶席次 200萬丟水裡 欸 年輕人200萬丟水裡 不容易 我搶到超過 九個月了 我沒看也是200幾萬丟 年輕人要沒那麼真的金額 不簡單丟 結果你這樣 要給人封殺 給人封殺 齁 來 時間關係 我們先進廣告休息一下 齁 我們尋找一下共識 齁 等一下再回來 快樂狗狗餅 九七點五 快樂昆家南 九二點三 快樂大台中 八九點五 快樂大台棒 八九點三 快樂華當 九八點三 快樂皮鵝 九六點七 快樂紅蝦 九一點三 快樂台灣 精彩武漢 快樂臨步棒 欸 小陳啊 看起來心情不錯喔 媽媽的照顧問題解決了嗎 對啊 真的很謝謝你告訴我 1966長照服務專線的訊息 現在我媽媽 都有日間照顧中心的交通車 接送上下課 還有提供營養美味的午餐 很棒耶 嗯 我爸爸也說 有朋友作伴聊天 每天還能參加不同的健康促進課程喔 看長輩在日照中心過得開心又舒適 做子女的我們就可放心工作了 以上廣告由衛生福利部提供 世俗多便 人生無常 有的人是為了親情 事業 身體在歡樂 所有的歡樂 在這裡有一個很好的方法 要跟你們分享 就是這張飛翔餵 我們如果要睡前 飛翔讓自己的完成責任 做生 我們的心愛會更平靜 便悔跟你結縁 放棄三三五 數二三三 這是一個上街快樂的地方 一切真主在 關心土地咱的愛 這是一個上街自由的地方 快樂愛台灣 快樂台灣 不限精彩 快樂聯播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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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黨最新的標準 活在平行時空 他講他的 我講我的 這個就是個表 廢話 我也知道這是個表 那為什麼個表會有共識 他講他的 你也講他的 這叫共識 他講他的 你講你的 這就沒有共識了 所以 九二共識 怎麼會跟一宗個表 放在一起呢 莫名其妙 真是莫名其妙 我不知道這些人 這些老賊 到底活在什麼平行世界 來 剛才要來電台前前 看到一個新聞 很趣 我們國民黨 不好意思 不是我們國民黨 是他們國民黨 不好意思 那個講張話 這個 他們國民黨 今天有一個議員 這個議員是參選 這個 錢津新興林亞區 他也選很久了 這個陳洛翠 這個陳洛翠最有名的事件 就是本人跟照片長的 完全不一樣 好 那 那這不是重點喔 好啦 那可能也是重點 來喔 陳洛翠的這件事 真有趣 他今天結束的時候 他今天在議會裡面結束的時候 我來看看這個新聞 來 他啦 你在問這個 陳其邁市長 因為今天議會結束嘛 他問陳其邁市長 他說 陳其邁一直宣傳台積電 會如期如指的在高雄設廠 請問陳其邁 如果計畫跳票 2023年年底 台積電 沒有投產 陳其邁市長 會不會願意下台請時負責 那你聽到這個就覺得 再一次喔 我再重講一次喔 各位聽眾朋友 今天 有一個國民黨高雄市 林仔區的議員 叫陳洛翠 他去跟陳其邁市長這順 他問說 有一個台積電 沒有在美尼 生產 在高雄生產的 為陳其邁 會不會落台 欸 這位子啊 我們現在都叫子啊 這位子啊 這個陳其邁 會職稱叫做陳其邁市長 不是叫陳其邁董市長 齁 你要叫他擔市長 不是叫他擔黨的 齁 你實際上什麼擔的 我不知道齁 但是 陳其邁市長 他做的是市長 他管的是 整個高雄的市政和公共事務 但是台積電是市民公司 OK 陳其邁不是台積電的市長 台積電當時要生產 那不是陳其邁可以控制的 好嗎 到底 到底 我不知道這到底 所以齁 我跟大家講 這個 台積電齁 2023年到底要不要生產 明年要不要生產 我是不知道這個到底 關陳其邁什麼事啊 但是呢 我只知道啦 如果我明年齁 還要在高雄市議會 看到這種品質的質詢 看到議員問這種問題 或者是說 我還要在高雄市議會 看到這個議員齁 我真的覺得這是高雄 高雄的悲哀 欸 你 不是嘛 你要問台積電的問題 你可以去整理說 台積電進 要洗手 這個過程當中堵到什麼 比如說 一些國民黨的就要講嘛 台積電的預定地淹水嘛 好啊 你可以去問市府啊 說要怎麼改善這個營水的問題啊 土地裡面有滲水 滲水 滲水我台語不會說 齁 這個有滲水 滲水啊 我不知道齁 OK 你可以去說市府 要怎麼改善這個問題 齁 台積電來到高雄的時間 齁 加快嘛 對不對 縮短嘛 對不對 那表示什麼 表示說 欸我議員對到台積電這個東西 可以改進我們高雄整個 産業的體質 我們也是很正確的 不是像市長在快而已 我們議員也希望趕快啊 對不對 你論上好的感度是這樣的嘛 結果國民黨的感度模式是什麼 國民黨的監督模式是 反正老娘就不希望台積電來啦 所以陳其邁 如果明年台積電沒有生產 你要不要下台負責啦 反正他的意思就是 他已經算是台積電的時程會延後 還是原本他就預設 台積電的頭廠會有問題 他也沒有想要幫忙啦 你知道我意思嗎 如果你今天一個議員 你預設台積電的生產 會有問題 可能會delay 可能會慢 可能會遇到什麼困難 你要問的應該是說 要怎麼來共同改館嘛 結果不是這個議員在問什麼 他問的問題是說 如果沒辦法生產 你陳其邁也要留待 但是你要知道 聽眾朋友 台積電官方的說法 根據官方的設廠報告書 不好意思 他們的量產 是放在2024年 什麼意思 意思就是你這個議員 基本就沒有做功課 你連台積電當時要生產東西 你都完全沒有先去做功課 你就拿出來三個黑白問了 OK OK 齁 唉 真的是我講這個就很累 講到國民黨 我覺得說 真的是都為人類的生命 所以齁 我最好重申一次齁 我真的不知道台積電 明年要不要生產 官層其邁什麼事 如果他有問題 當然他遇到一些設廠的問題 不管是送報告 環境評估 還是什麼其他的東西 原物料的問題 電的問題 水的問題 當然高雄市政府 有責任要解決 但他明年要不要生產 這個不是陳其邁可以管的 OK 一切照合約走 合約怎麼寫就怎麼走 但是呢 如果我明年還要在高雄市議會 看到這種議員 跟這種議員品質的諮詢 我真的覺得我們高雄市議員 真的去我們看誰笑 真的啦 我就問大家 最後一句話 這題我們講到這邊就好 不是今天還有七分鐘齁 這題我們講到這邊就好 最後問大家一句話啦 韓國瑜落跑孫總統啦 你們國民黨有任何一個留待 韓國瑜去我們百便啦 你國民黨真的 聽到要死的人 你們有得到一個留待 說不好意思 我們聽不到人 跟高雄人會失禮有嗎 沒有 沒有 沒有嘛 對阿 你加工這東西 說台積電每年 沒有新鮮 趁現在要留待 你真是喔 不知道在說什麼 好 來 這題過了啦 來 當然啦 這個國民黨的問題 也不是只有這個啦 今天啦 今天這個國民黨 因為明天早上 明天會在7點 欸 是7點 我看看我的行事力 我如果沒有記錯 應該是明天 明天會在的7點 我看看我的行事力 很大問題喔 明天7點 20 7點 20 我跟這個鳳山的好酸林 宇貞 跟我們基進黨人母 大聲大手交情 這個鮮庫的婷婷 我們三個人 會在澄清路 跟本館路 剛好這個地方 就是鳳山三民 跟交情的交界處 會在這個地方 騎路口 跟一段高雄的高中生 跟大聲 跟一段年輕人家就對了 現在我們都不能說 我自己年輕人 因為還有比我們還年輕人 這個世代要起來 我們就要跟他倒三天 我覺得有時候 真的就是一個 我也不是抱持著 提攜後勁這種心態 我單純就是覺得說 我們自己 我們自己在 在 在這個 碰觸政治的時候 這個過程當然 收到很多的 這個 在高雄的一些 過去 東華時期的 全部的倒三天 啊 不管是 跟我們家公 過去發生什麼事情 跟我們婚姻鄉 這些故事 甚至跟我們 這個家公 你在街頭 怎麼說話 跟中部怎麼自家 怎麼擁 這些東西 甚至跟他們的 人妹 跟他們的朋友 親朋好友 都勘勘的 要介紹給我們 啊 我們是受人照顧 我們才可以說 會進 有這個機會 有這個 算是說 算是說 主委 來選議員 啊 所以對我來說 就是 我是一個 很希望圓圓不絕的人 就是說 今天這裡的主委到我這裡 啊 如果比我還小人 比我還年輕的人 那些世代 遇到他們的問題 啊 我們可以跟他們倒三天 當然 我們就要把他擦 因為 人把我擦 我又把人擦 了喔 這些人才會去結束 把人擦 這個是一個圓圓不絕 這個就是人家講 我不敢說這個 什麼善的循環啊 因為說不定有些人 覺得台獨又不是 什麼善良的事情 這個 這個就是說 你必須要用這份精神去 把 你手上有的東西去分享給其他人 那麼他們 才會 繼續跟你做一樣的事情 那這個才會越 病才會越做越大 那所以 今年 因為今年年底有這個 十八歲公民權的倒票嘛 選 民意代表的倒票 齁 近十八歲少年人 是沒辦法倒民意代表的票 齁 他們是 只有二十歲才能倒 齁 四個不同意嘛 這大家都有印象齁 齁 啊今年就很簡單啦齁 今年 這是 就把他支持下去 就對了啦 齁 讓年輕人可以來 可以來作選到啦 我覺得有的時候齁 因為有些人會 歡樂說 你讓年輕人 他就 什麼都沒辦法 十八歲而已 他能給他 黑白倒票 但是 就算說 他是黑白倒票啦 我們也不要幫人 剝奪他們的管理 你要讓他有 那個選擇權啦 齁 你要為他有那個選擇 你知道他 他倒一百 他十八歲倒一百 感覺說 這四年之後 這人有夠爛爛爛 他四年後 他會不會做功課 教訓那個人 會嘛 他會不會做功課 去讓其他的人上 讓更好的人 去把它取代掉 會嘛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你讓他拿兩年 去接受 這些政治倒票的東西 當然 可能有一大棚的人都不喜歡倒票 齁 現在年輕人對政治超冷感 但是你要知道 你 你拿著給他們這些機會 他們就可以拿著兩年 為了未來 齁 來參與公共事務 來做準備 齁 其實我覺得這是好的 我覺得這是好的事情 齁 齁 啊 所有的政治人物都這樣齁 齁 其實關心十八歲或關心更更年紀 年齡更小的政治人物很多 非常的多 大部分齁 齁都是這樣 可是呢 我們在這個地方上面 齁 齁 讓他們有這個投票館 讓他們有這個決定政治人物生死的能力 齁 齁 那我相信這個國家一定會越來越年輕 齁 一定會越來越年輕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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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也歡迎大家明天早上齁 齁 你若是有騎車開車走路散步 齁 齁 啊 有經過 這個 這個什麼 這個 這個 陳青路 跟本館路的樓靠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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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 餵食不要拍打齁 齁 歡迎拍照餵食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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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安安 我是張柏洋 掰掰